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清扬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34集 土照辉给气笑了 唐元月 你就差那十万 最爱恶心我 唐元月寸步不让 我把你当朋友 你把我当什么 我不是缺二十万港币 你又缺一个女人 唐元月就是脑这一点 她在那里收拾烂摊子 杜照辉又是英雄救美 又是贴心陪伴 夏小兰的恶感全在唐元月身上 杜照辉把好处全拿了 她能不生气 幸好她现在还不知道 杜照辉和夏小兰马上要合作 杜照辉回港这两天 连美元都兑换好打进夏小兰账户 要是知道了 唐元月得气死 杜照辉很想秀一秀优越感 到底还是忍住了 要和夏小兰合作的事 现在还不能暴露 哎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知道你看上夏小兰了 但是也要人家看得上你的吗 夏小兰是有男朋友的 你没见过她男朋友 但是我见过啊 唐元月冷笑 杜照辉要是在意夏小兰有男朋友 没皮没脸地往对方身边凑什么呀 她对杜照辉的想法能感同身受 就因为从小就不缺什么东西 一切都唾手可得时 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 难得碰见一个喜欢的 还很难得到手的 那就非常有兴趣了 唐元月不会轻易放手 她相信杜照辉也是这样 所以杜照辉把香港的别墅和车处理了 到底是想做什么 她有没有男朋友 如你趁虚而入 有何关系 赵辉 当初是你同我交好 你我在蓬城首昂相助 现在你这样搞 我非常没面子 杜照辉转念一想 她要在内地做生意 唐元月可以不帮忙 但给她捣乱怎么办 杜照辉本来就是个两面派 立刻换了笑脸 一千三百八十万也可以啊 临头就当我向你赔礼道歉咯 我跟夏小兰走得近 根本就不是你说那个原因 过段时间你就知道的啦 不是因为众议夏小兰 杜照辉嘴巴死将 唐元月不和她分辨 不到一千四百万把杜照辉的别墅买下 转手都是赚钱 虽然这点小钱不被唐元月看中 到底是杜照辉混得落魄 连名下物业都保不住 唐元月也有点看笑话 要说这两人一点友情都没有 也是假的 像他们这样的人 要找到朋友本来就不容易 身边阿谀奉承的人不少 哪个是要真心和他们交朋友的 穷人和富人交朋友 说穷人不图钱谁信呢 只有大家都是富人 才能平等地交往 有钱人和有钱人交朋友 是扩大资源 能凑在一起赚更多的钱 一时联合 一时又相互警惕 前一刻惺惺相惜 后一秒就翻脸无情 这些都是常态 所以杜照辉不想告诉唐元月 她要和夏小兰合作一事 但也笑脸迎人 给了唐元月台阶下 唐元月也没有再为难杜照辉 她跑这一趟 要的也是杜照辉一个态度 最终唐元月真的花了 一千三百八十万港币 买下了杜照辉的别墅 杜照辉连车子都想甩卖 唐元月意味深长 赵辉 车子 我只开心的 杜照辉暗暗吐口水 呸 那女人你怎么喜欢抢别人的 这话一听就假惺惺的 杜照辉处理完别墅就走 车子可以慢慢卖 她连春节都没在香港过 这一走自然是如了杜家其他人的心意 二姨太没动 却让刘可莹拼命说杜照辉的坏话 当然 那些坏话都经过精心包装 看起来全是对杜照辉的担心 例如怕杜照辉被人骗了 是不是染上毒瘾了 这卖车卖房的连春节也不在香港过 是不是对家里人有什么误会云云 杜正荣一脸赞同的点头 你关心赵辉我知道 以前你和赵辉的感情就最好 刘可莹一脸赞赞的 被杜正荣这样一说 她就像和杜照辉有一腿一样 什么叫和杜照辉感情好 那时候杜照辉才几岁啊 她是杜照辉的家庭教师 当然要讨好杜照辉啊 刘可莹闭口不言 杜正荣却问起了刘天全 你大哥几时回来 账不过春节 他今年的账还没有交呢 刘可莹气得想吐血 杜正荣就是这么个人 前一刻还轻轻握握 说些甜言蜜语骗女人 要涉及到真正的利益了 杜正荣是永远不会吃亏的 她说过了除夕夜币回来 难道还怕她卷钱跑了 这是杜家的生意 谁敢在老爷您的眼皮下 弄虚作假 再说了 她不是把最值钱的妹子 压在老爷您的手上了吗 刘可莹用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 滑过杜正荣的手臂 当着杜家其他人的面说话露骨 杜家其他人早已司空见惯 刘可莹上位就是因为她不要脸够风骚 让二姨太和三姨太当众说这些话 他们两个还说不出来呢 毕竟儿女都大了 他们也要点脸面 杜赵辉急冲冲回鹏城 也是见不到夏小兰的 今年说好了要在京里过年 刘芬是之前回老家领证 刚给父母扫过木 加上夏小兰马上要出国 她也想陪一陪女儿 也不体会遇难的事 汤红恩直到年三十才忙完工作 往年她是无所谓春节坚守岗位的 今年这不是有了妻子 自然是刘芬在哪里 她就在哪里咯 汤红恩从鹏城过来 她的存折是早就上交了的 这时候也不忘提醒刘芬一句 里面钱不算多 以后我公司都由你做主 过年花什么钱就从里面去 该花就花 别给我省钱 她这个当事长得两袖清风 只有工资和一些补贴收入 但汤红恩花钱的地方也少 她给刘芬的存折里 有好几万 让刘芬该花就花不是空话 这钱要是不买房不买车 只用在日常生活 自然用不完 刘勇和李凤梅倒是回了玉南 刘勇把村里人带去特区上班 还要好好给带回去 大年三十二 石刹海的四合院里 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 于奶奶偷偷掉了眼泪 如果她儿子一家都在跟前 不也就现在的情景吗 夏夏兰一边吃着火锅 一边想着周成 她隐隐有个直觉 周成大年三十二都没消息 说不定等她出国 两人都见不上面了 如果她儿子一样 我不想着火锅 你会儿子一样